你好 我是黄俊斌 回顾2022年全球投资市场被两大因素所困扰 第一个就是高通货膨胀 另外一个就是高利率 进入2023年高通货膨胀的情况预料将会持续 而各国中央银行加息的速度和力度 则被认为不会像之前那么快 不过市场的专业人士也预测 2023年经济将会陷入一个衰退的状况 面对这种种的预测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规划和管理我们的财务呢 那么在高通货膨胀的环境底下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做到财富增值呢 今天我就特别邀请到Maybank的高级执行副总裁 也是贵宾私人财务管理的总管 Ms. Eunice Chan来跟我们聊一聊 Eunice 你好 君美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是 又见面了 又是时候跟你讨教和学习了 不敢当 是的 我们其实每一次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都会对全球的经济和马来西亚的市场 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我们看到在2022年对投资人来说 任何一个人都是投资人 挑战都非常大 心惊胆跳 因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进入了2023年的第二季度Q2了 那我想知道Maybank对全球经济甚至马来西亚经济的预测和展望是什么呢 虽然市场在过去的一个月面对高利率 还有SVB银行破产的抛售压力 但美国政府以及联储局已经采取了一些救助计划 来挽回投资者对美国和全球银行业的信心 那也防止了更深进的一步影响 那也让我们市场在第一季度能够稳定的收盘 马来亚国家银行也指出了外国银行的这些引起市场的动弹 对我国的金融界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因为大马的银行系统拥有充足的资本 而且本地持牌银行也必须遵守严格的条件 那比如说资本和流动性的需求 那大马的股市虽然在市场的动弹也稍微走弱 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Yunice提到了几个重点 其实也是我们在上一次讨论的时候有讨论到的 比如说高通胀然后高利率 现在还多了一个就是经济衰退的风险 风险是越来越高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 我们在理财的时候 到底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项才能够做得更好呢 那在带有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的环境里 我们觉得理财的时候应该保持镇定 坚守自身明定的目标 针对这些局面 我们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 我们也认为市场今年还会持续的动弹 所以在实行财务规划或者是资产分配的时候 我们应该寻找一些能够增加防御性的资产 来减少我们资产价值的波动 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到提高我们的紧急储备金 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更稳定地面对各种市场 还有经济不稳定带来的变化 我现在就比较好奇说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紧急储备金 跟我们投资组合portfolio里头的现金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呢 其实我所说的紧急储备金 并不属于投资组合里的现金持有量 那这两者在财务规划是有不同的用意 紧急储备金的目的是拿来应急的 也是每个人必备的储蓄 那而投资组合里的现金持有量 是因为投资者的风险来评估 而且也依照市场的周期来进行调整 所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或者是市场动荡的时候 我们应该持有更多的现金 来增加我们投资组合的稳定性 那当然在经济好转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这笔现金来捕捉投资机会 所以cash is king 手上有资本的话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 对 但是说到这个手上有资本 对一般的民众来说 就有另外一个疑问了 专家常常跟我们说 你要有效的去管理和运用你的财富 那如果是说现在我必须要有两份 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投资组合里头的现金比重 第二个就是我的紧急储备金 两个都是cash 那我应该怎么样让我这些现金的利益最大化 那如果是说让现金的利益最大化 大家第一个想到应该就是FD定期存款 是不是只有这个选择呢 当然不是 定期存款只是一种工具 我们将现金以不同的流动性来进行分配 应急用的现金 那么可以放在活期户口 也是我们所谓的current account 另一部分的钱 我们可以考虑把它存在货币基金 我们称为money market fund 那是属于信托基金里最短期的一种 这类的基金主要是投资在风险较低的短期银行存款 那买入或者是卖出货币基金都不会被征收费用 而利率方面都会比current account来得高 还有就是货币基金的利息是每日结算的 那无论你是存放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 你都会享有利息 但是卖出货币基金的过程需要一两天的时间 所以并非马上月限 在Maybank我们有提供高利率活期户口 也就是说current account 那顾客可以依据他们个人的需求 买入货币基金或者是存放在定期存单 那我们也有多种的货币账户 也就是multicurrency account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multicurrency account 来给户客存放各种外汇 可以享用更高的外汇存款力 说到这个利率 我们知道这个房贷利率也提升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家银行加息 mortgage rate也提升了 所以消费者的这个房贷负担呢 自然而然就会增加了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去年开始都已经有这样的情况 那你今年会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让这一方面的财务负担可以稍微减轻一点 消费者通常有多项的财务责任 除了房贷 他们会需要赏还车贷款 或者是信用卡消费 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有效的管理 我们的不同的支出和负担 我建议消费者应该规划你自常的开支 和月度的付款预算 那这项可以确保你能够分配足够的流动资金 来满足每个人的经济需求 同时也可以帮助你们做出适当的消费调整 或者是生活费调整 这样可以避免超支 然后造成不必要的财务压力 那这个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经济条件 无论利率上涨或者下跌 那经济好或者是不好 我们都应该持有先规划 而后消费的观念 如果想要更好的 了解你的资金去向 那我建议大家用 Maybank的May Apps 透过这个Apps 你就可以帮助你 识别了可能存在超支的花费领域 总而言之定期审查你的预算 还有管理好你的现金流动 尽量地避免不必要的那种财务压力 那么你就可以实现你的储蓄目标 那面对通货膨胀 你刚才有提到一个点是 大家都很想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增加收入 那增加收入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直接想到的就是 做生意啦 兼职啦 投资房产啦 那除了这些方式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 我们可以做到增加我们的定期收入 比如说 当然有 像比较普遍的是 投资在那些高股息的公司 来提高你的定期收入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考虑投资债券 债券是政府机构 或者是公司为了筹集基金而发行的 它会在固定的时期 支付固定的利息 那并且在债券到期时 还可以赏还本金 它是一种投资工具 那另外我们也是可以考虑到 投资有关的infrastructure 投资工具 或者是保本结构性的 Principal Protected Structured Product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说明了它的细节了 总而言之 增加定期的收入的方式有很多 我所说的那些都是风险较低的工具 这些工具能够为我们的投资组合 增加它的防御性的作用 在Maybank我们拥有各种多类型的投资方案 那我们的财务顾问 我们的relationship manager 和我们的personal financial advisor 都会以顾客的需求 还有看他们的风险评估 来量身制定投资组合 那我们也采用多元化的投资分配方式 来达到他们的投资目的 在投资里头我们都知道 投资市场起伏很大 风险很多 这个都是我们每次都做的 disclaimant我们都会讲的 但在目前这种高通胀 高利率的大环境底下 我还是想听听您给我们的一些tips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配置我们的资产 至少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面 你会怎么建议我们大家怎么做呢 好市场走向的主要原因 是取决于美国联储局的货币政策 那虽然市场估计可能已经竭尽见底 但在经济持续放缓的情况下 将会导致公司面临盈利和利润走弱的压力 所以在短期之内 市场的波动将会持续 我觉得投资者应该选择一些低杠杆 或者是low gearing和盈利稳定 且定价权力高的优质公司股票来进行投资 那比如消费品企业 医疗保健或者是基础设施等 UNICE你今天来到我们这里 你是这个Maybank贵宾私人财务管理的总管 所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好康 你一定是第一个时间知道 而是批准的那个人 这里能不能给我们透露 Maybank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promotion我们可以抓住的呢 当然有了 只要成为我们Maybank Premier 和Maybank Privilege的客户 然后进行投资活动 就有机会赢取丰厚的奖励 那我们有Mega iGo 我们也有Apple MacBook Air 等等 1000份的奖励 等着大家来赢取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可以浏览我们的Maybank Premier 和Maybank Privilege的网站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然后我们的relationship managers 还有personal financial advisor 会与你联系 他们会依据你的财富 目标为您提供全面性的理财方案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 能够跟UNICE做这段访谈 了解了目前在投资市场里头 隐藏的哪一些风险啦 还有机会 包括在目前这个高通胀 还有高利率的大环境底下呢 我们的资产到底应该怎么配置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呢 在Maybank呢 他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啊 和产品里头 有哪一些是大家要抓住机会 赶紧呢 去了解更多的 那如果你对这些资讯呢 都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呢 到Maybank的网站去 或者直接到他们的分行去 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他们的专员将会直接的 跟您取得联系 并且呢 量身打造一个 适合你的财务规划的方案啦 好我们再一次的 谢谢UNICE 谢谢你UNICE 谢谢你 军兵 鳥 鳥 我 老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